我是秉渝 今天拍这支影片的心情有一点点的沉重 这是更多的是感谢的部分啦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 我觉得我有必要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交代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某一些的因素某一些的关系 我最后决定离开开箱凡人这个Channel 也因此开箱凡人会熄灯 谢谢曾经like过share过喜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跟你都一样都很喜欢这档节目 当然也要很谢谢所有来玩的凡人嘉宾 因为你们精彩的故事才会丰富整个节目的内容 还有我要谢谢就是跟我们一起完成开箱凡人的工作伙伴 最后如果你还赏脸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看我输出的内容 不妨你可以来到九分手这个频道这个Channel 我跟傅影会在这里继续服务大家 那最后再次谢谢你